在法师主持下 基隆市长林又昌 慈祥与副市长林永发 秘书长黄俊逸 及市政府各一级主管 共同祭拜 这是基隆市政府普渡现场 各局处都准备了丰厚的贡品 不过和往年人声鼎沸不同 现场除了市长副市长 与各局处主管及工作人员外 都没有市府同仁参加 入口处还进行人员管控 就是希望做好防疫工作 今天是我们基隆市政府的普渡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今天其实做一个 防疫指引下的普渡的一个示范 平常往年的话 我们所有的员工都会出来 不过今年依照防疫的一个指引 由市长来主计 其他人不持乡 用手来做礼拜 所以心意诚意不变 科医也不变 但是在防疫之下 完成普渡的一个仪式 我想这个诚心诚意 这个 祈愿这个好兄弟 老大公 保佑大家平安健康 也保佑这个 金融市的市政能够顺利 牛肉厂也再次呼吁大家 遵守相关防疫规定 进行普渡时 做好社交距离 避免人潮聚集 平安完成这项传统祭典活动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道